香港疫情確實相當嚴峻 並且那個嚴峻情況 壞處都未去到最差的情況 所以政府在這個時候要重新部署 有新的策略來去應對 再加上黨總書記都為香港發言 全力去支援 凡此種種大家都預期到 大家政府必然是有新的方案出爐了 一如所料 昨天林鄭六點鐘開記者會 詳細將它連日來在政府高層的部署 幾個重要的舉措 是一次過講完 當然影響大家最深 就是三月份將會進行三輪的強檢 就好像換身份證那樣 按照號碼看安排你在哪裏 為了有充足的場地 就要徵用很多校舍 好像投票站那樣 很近到家就走到去的 亦都配合到疫情的嚴峻 學生都要保護他們 所以就把暑假提早放 一直放到這個部署假期之後 就四月中到四月尾 四月中下旬 整個社會的限聚等等 以前來說就兩個星期檢查一次 因為背入憲報的發佈 這個是香港的原則 現在如先張揚 程序會照做 不過如先張揚 限聚令等等行業某些的停業 同樣都去到四月 換身份證雖然全民都參與 但是我想香港市民近期都有換身份證 其實就明白 只是換身份證就不是說 以星期計或者以月計的時間 其實是說以數年計 才可以完成整個換身份證的程序 我們檢查當然 跟換身份證其實有一些不同 但是我們拿一個類似的經驗去做對比 就不知道記不記得 在2019年底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做了一個 都有數百萬人參與的活動 那個叫做區議會的投票 當日其實有二百九十幾萬的選民參與了投票 如果我們以現在每日的檢測量 以一百萬為起跳 其實就說大概有接近三分一的市民 到時的規模一樣都要去做檢測 當時我們那個票站的數量 是說有六百幾個的票站 分佈在全香港各區 而且事前是做了大規模的功夫 包括將指定的一些你的選民 就assign了去你所屬的那個票站裡面 但是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大家都仍然記憶猶新 由早上七點多之前的時間 已經一直有一些人在排隊 直至到晚上票站林山門之前 其實全日那個人龍都是存在著的 所以這次政府期就把兩種機制的模式 換身份證就按照身份證的號碼去編排 是有秩序的 不是說你有空就去 是排了 也都有一個預約的模式 而那個要強檢的場地安排 這個就用有點像是剛才革命所說的 投票形式 在各區遍設這個投票站 主要是利用很多學校的 所以學校要停課 那來到了 原則上是安排得好 就不會出現這個擠迫 全部都預約有安排等等 但是呢 這件事就沒試過這麼大規模做這樣的事情 那你的人手配合 各方面的秩序安排 還有現在香港最擔心的 就是人的聚集 這個聚集 譬如說你又要封 又要去哪裏 你發覺現在聚集 其實那個呢 不過現在沒有任何的數據顯示 為什麼這麼多爆疫呢 就是你逼到很多人 是要聚集去排隊 這也是在這個疫情嚴峻期間 Omicron的傳播力強低下 政府這方面必須做到 是真的很有秩序 避免人群聚集 可以互相感染的情況出現 這個措施呢 其實都是面對著一個兩難的 就是除了人群聚集之外 為什麼我們要做那個強檢 就是因為要找出 那個所謂隱形的傳播鏈 或者一些隱形確診的病人 在社區裡面 換言之呢 每一天大家在這裡 到時候排隊的時候 在你的前前後後 他可能是一些確診的病人 而他們在接受採揚的時候 他脫下他的口罩 雖然會做一些消毒的措施 採揚的人員就會換手套 但是都難以保證 在那些消毒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夠徹底 以至會不會造成一些傳播危機 你要做徹底的消毒的話 你就要花時間 花時間之外 換言之你每一個採揚用的時間 就多了 結果呢 一天可不可以完成過百萬人的採揚 都已經是帶來一個很大的問號 在裡面 你的問號就是 究竟經過這個全民強檢下 你找出有幾多個 隱形了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確診者 你跟著又要配套 不是說染出來就算了 所以昨天林鄭都說到 五個地方會增建 是五萬三千個隔離 但哪有時候去到五萬八千個 五萬八千個究竟是否 是否喜歡去承載了這些確診者去隔離呢 隔離期間 這些對很多家庭的影響 哪又如何呢 不是說求你將它隔離了就算了 很多人又要養家又要顧家又要看小孩 那個問題相當複雜 昨天其實是沒有詳細講到 他只是將那個數字拿出來 就是說不用擔心 在這個國家全力支援下 全部要加建 哪個地方哪個地方 有些是靠近這個邊境更加容易 很多的配套更加快些 但是大家也同時間要去思考多一個問題 就是在確診 到時驗了出來是確診的病人 和在隔離的中間 其實都還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要去處理的 就是他不會檢測到你 立即有確診 然後你就立即要將它送去隔離 因為我們仍然在醫療的處理上面 我們要做一些分流篩查 譬如你是不是一個重症的病人 是不是其實不是要去隔離的設施 可能要去送入醫院呢 還是你是一個很輕症的病人 其實根本就不應該再要這樣隔離 而中間其實是需要專業的醫護人員 做一些臨床的了解你的病情 那些的評估 如果我們面前是五萬、十萬 甚至乎數十萬的病人 其實我們那個醫療人手上 都沒有辦法做到這個評估 這個就是在築高灣的經驗當中看到 很多人確診了 還未說如何去捉高灣隔離 但是那個隔離 只有隔離 沒有任何的足夠的醫療配套 還有給他們一個很安心隔離的情況下 形成很多情緒病 隔離座好像坐牢一樣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醫療配套 突然間捉高灣幾千個單位 你都搞不定 你去到現在可能多十倍或二十倍 你醫療配套方面能否做到呢 那如果這些隔離的地方 管理得不好 又有很多的爭押 那裏大家好像 現在做一招不是怕自己身體有事 是被你無辜地去隔離 去坐這些逆監 那裏可能是最擔心的 那當然了 我們都看到有些啟示 就是我們今天在讀一些報章裏 報道的時候 醫管局主席范洪凌就說 是不覺得可能 可以找內地的醫護人員來支援 到時會不會開出另一個先例 就是大規模邀請 內地的醫護人員來香港支援呢 我們現在在今天的政治環境底下 這個是絕對可以發生的 我們可以請求內地 請求國家成為我們最強的後盾 但實際操作的裏面 林鄭昨天在記者會上 都做出一些表達 譬如說到 病毒也有一定的令人擔憂 因為會造成怎樣的死亡 有一些小童離世 如果有確診的病人 因著一些內地醫護人員的照料 結果離世了 最後會不會有辦法去追查追究 那個責任誰屬呢 這些可能從現行的機制 現行的法例 根本就沒有辦法處理 現在就要破格思維 所以這件事 大家只能夠祝福香港的疫情 都能夠在新措施下冷壓下去 很多的未知之數 就是大家現在的估計 林鄭在總結發言都提到信心問題 有人去解讀這個信心問題 是不是跟特首選戰有關呢 我覺得這個信心就很重要 市民對政府是真的沒有什麼信心 因爲沒有信心 令到我們對很多安排 亦都不安心 在一種信心不足 安心不足的情況下 這個抗疫事實上 真是一場幾難打的仗